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会如何把头进入水中。 一般来说,害怕把头进入水中是因为害怕在水中呼吸困难, 同时还害怕水会进入嘴里和鼻孔里。 把头进入水中是非常重要的技能。 也是接下来学习把全身进入水中并最终学会游泳的基础。 如果有可能,我们建议您佩戴一条福利腰带。 为了确保安全,我们还建议您练习的时候有人陪同。 练习把头进入水中分为两个步骤。 屏住呼吸,同时清楚地意识到身体不会进水。 步骤一,屏住呼吸。 您可以先站在浅水区,一只手扶住游泳池边。 然后深吸一口气。 用手捏住鼻子。 把头埋入水中。 在水中保持几秒后可以抬头。 然后一点点地延长在水中的时间,一直到可以屏息十几秒。 步骤二,清理清楚地知道身体里不会进水。 有些人认为当身体进入水中的时候,水会流进鼻孔、嘴巴、眼睛和耳朵里,然后身体内就会进水。 为了验证这种想法是错误的,您可以在水中张开嘴巴几秒,但是不要呼吸。 然后在水中同时通过鼻孔和嘴巴吐气,但是注意请不要吸气。 最后,可以在水中尝试睁开眼睛几秒钟。 如果您是在游泳池里,眼睛可能会有刺痛感,所以睁眼的时间不要太长。 最后总结一下,练习把头进入水中分为两个步骤。 屏住呼吸,一旦您习惯水里的环境,您可以张开嘴巴并睁开双眼,这样您就知道水并不会流进身体里。 现在您就学会这个技巧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